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几个新系统的介绍就跟WWDC的开尾小猜一样 在聊果实AI之前 Jeffrey还是先来分享一下大家最关心的iOS18系统吧 可能是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苹果这次紧用了十几分钟就介绍完了iOS18系统 十分简短 虽说短是短了点 但iOS18确实玩得很滑 要说iOS18玩得最滑的 莫过于应用图标和控制中心了 首先来说说应用图标 在iOS18里 应用图标终于可以随意摆放位置了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排列应用图标 不仅如此 应用图标还可以跟随系统的深色浅色模式 自动变化图标颜色 甚至用户还可以自定义图标的整体色系 真是越玩越有安卓味了 如果说应用图标在iOS18里只是换了深衣裳 那么控制中心在iOS18更像是直接整容了 这应该也是自iOS11系统发布之后改动最大的一次 不仅整体UI改头换面 还加入了全新的控建组 用户可以通过在主屏幕上连续向下滑动来 更丝滑地访问这些控建 另外 我们还可以从控建库中添加更多控建 也可以手动调整自定义控建的布局方式 调整控建大小或构建自己的控建组 以便使用 另外 锁屏底部原本固定的手电筒和相机 现在也自定义成其他功能了 不过来来会会也就那几个功能 Jeffrey倒是觉得原来的手电筒和相机就挺不错 iOS18还加入了此前用户护声非常高的应用锁 当你不希望某一款应用被他人随意访问时 可以长按给这款应用上锁 锁定后需要通过面容识别或指纹识别 或锁屏密码认证才能顺利打开 为了进一步保护用户隐私 iOS18还支持隐藏应用图标 当用户不想别人看到他在使用这一应用时 可以长按选择将应用图标隐藏 隐藏后系统会自动将其移动到锁定的 隐藏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有了上述这两个新功能的加持 再也不用担心iPhone里的小秘密被人看到了 作为iOS的基础应用之一 照片功能迎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更新 原本通片网格视图的照片 更改为上半部分照片网格视图 加下半部分按主题分类整理的全新布局 整体视觉效果更简洁 同时底部新增更多按键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筛选特定场景的照片 此外 照片功能新增自定一个人收藏 精选及照片的位置 用户查看照片时 顶部会轮播展示 海报式展示风格给用户浏览 会一提供不一样的情绪价值 iOS 18新增游戏模式 在该模式下 iPhone将最大限度减少后台活动 同时AirPods和游戏手柄的无线传输能力将得到增强 游戏模式能给用户游戏体验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暂时没有具体概念 但从苹果近年来对游戏态度的转变 让我们看到了iPhone Mac等产品在游戏方面的可能 苹果产品不缺性能 缺的是生态支持 未来或许我们也能在苹果设备上体验到 不出Windows的游戏表现 全新的密码应用也来了 在安全的端到端加密和无缝同步的支持下 密码应用程序可以安全地存储 您的所有账号及密码等信息 所有密码都会在您的设备之间安全同步 如果您使用自动填充功能 您的密码将自动添加到密码应用中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iOS18可能还将支持通话录音 通过备忘录实现 但这个通话录音功能并不是单向的 而是状向的 意思是你在录音的时候 对方也是知道的 苹果之所以加入电话录音功能 是为了配合Apple Intelligence自动生成摘要 信息也加入了诸多新功能 包括短语机表情动画效果 延迟发送以及支持RCS消息传递和微信发送短信等等 Android与iOS用户 终于可以直接互相群发消息 图片 文件 视频 语音 位置等副媒体内容 除了RCS功能外 iMessage在本次更新中也迎来了一些新功能 现在用户可以用更丰富的方式进行互动对话 比如对单子添加动画效果 自定义文本等 此前护声极高的定时发送也同步更新 可玩性进一步提升 AirPods Pro 2代的用户有福了 因为iOS18 优化了AirPods Pro 2代与语音助手Siri的交互 当用户手头繁忙或不方便说话的公告场所时 可以通过点头或摇头来回应Siri的请求 点头即是 摇头即否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更新是 这次Mac OS 15 Sequel系统 带来了全新的continuity功能iPhone镜像 通过这一功能 用户可以直接在Mac上查看和操控iPhone 比如设置功能 打开某个应用等等 iPhone的声音也会通过Mac播放 而iPhone则是全程锁定状态 确保用户隐私安全 虽说苹果的初衷是好的 但这一功能要是被不法分子用来做坏事 也是细丝极孔的 以后在你面前的iPhone可能不是iPhone 而是一步窃听设备 哪些机型支持iOS 18系统 根据苹果官网显示 iOS 18仍支持iPhone XS iPhone XR及以上机型用户升级 至于iOS 18系统的升级方法 跟此前iOS 17测试版升级方法相同 用户需要先把自己的Apple ID注册成开发者账号 或被邀请加入开发者计划 才能收到iOS 18测试版的更新推送 以上就是本次iOS 18更新的主要功能 与之前的预测借鉴 本次更新基本都是对基础功能的小修小补 并没有看到足以让人眼前一样的重磅功能出现 如果没有最后一部分 Apple Intelligence对iOS 18的支持 相信又将出现大批iOS 18史上最小更新的吐槽 每年WWDC 总有不少自媒体选择用奖狼财金来形容苹果 但在这次WWDC上 苹果算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苹果的野心 别的不说 在苹果发布Apple Intelligence后 方间关于苹果市AI行业落后者的言论 可以告一段落了 虽然iOS 18在AI光环的掩盖下 暂时躲过了吐槽的火力点 但随着AI在移动设备应用的成熟 用户的视线终究会回到系统本身 届时iOS能否继续支撑起用户对iPhone的期望 我们拭目以待 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体验iOS18新功能了 Jeffrey坚一让子弹飞一会儿 古尔曼今天还发布推文特意提醒 我认为iOS18首个Beta Bandit中引入的很多功能都非常热门 毕竟作为首个Beta Bandit 因此错误可能会特别多 正如我所说的 Apple Intelligence即便今年秋季上线 也是以预览版的形式推出 而iOS18Beta毕竟作为开发者测试版 存在bug是必然的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真的不推荐第一时间更新升级 推荐基于其他用户的反馈再决定是否升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怎么评价iOS18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